回到新台灣星光大到安格斯 你剛剛講說他們的這個要到10月 這個問題到10月才會爆發 這對夫妻過得了這一關嗎 其實這一關應該怎麼說 就是說王建民未來啊 健康的顧慮倒是還好 可是他心病大於身體的病 那我們來講 如果我們看這個老婆是射手座 然後呢 王建民舞陽座 舞陽射手獅子是三合 他們都是火象星座 應該非常的合對不對 可是呢 舞陽跟獅子起衝突爭執的時候 那就是蠻夫配乳女了 那不是獅子啊 射手座跟舞陽座 舞陽獅子跟射手 他們是三合嘛 舞陽的男生配射手的女生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講 有衝突時就是蠻夫配乳女 所以只要他們能協調彼此相處關係 射手座呢 由於射手座進了舞陽座的這個遷移公 所以老婆呢 在劍仔的生命之中是很好的公關 特別進了遷移公到海外發展的時候 老婆能為他做最好的粉飾的 這個外在的公關形象 而反過來呢 這個劍仔進了這個老婆的子女公 所以他們相處的模式 其實劍仔啊 這個老婆像是對孩子一樣在對他的 真的喔 所以他看他像個孩子 你說這件事會不會原諒 基本上以射手座不太忌恨的性格 我覺得會原諒的機率是很高的 你單純就以星座來看 是如此 不過呢 你剛剛講到說蠻夫跟乳女 他這個老婆看起來真的不像乳女 你知道他這個跟著出國啊 然後回來的時候 每次在機場走到他後面好幾步 完全像是一個沒有出聲的 這個發出聲音的女人 而且當初跟著他過去的時候 那個以前人家的小聯盟 小聯盟的日子並不舒服耶 當這個老婆也當得很辛苦的 好 剛才安格斯才講到哈 從星座來講的話呢 這個 呃 王健民的夫人呢 在海外 尤其在海外 可以幫他當一個很好的公關的角色 我們剛剛看到人家球隊講說 哦 他從頭到尾一直講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覺上就是很喜歡他嘛 今天這張照片讓大家看得真的很難過 說呢 劍仔認錯 妻子原諒他 這個照片呢 是劍仔要去練球 但是呢 他已經知道 他已經知道 要開這個記者會之前 這個記者會要召開之前的7個小時 都還沒有人能夠確定說 劍仔的太太到底會不會跟他去開這場記者會 今天看到這張照片 哎呦 是不是這個太太滿肚子委屈 但是競平他還是選擇要原諒 對 其實看到這張照片 讓人家覺得吳嘉玲真的是很偉大 看了就就覺得讓人家覺得很不甘耶 然後他的身材個子那麼嬌小 在雖然昨天沒有出席劍仔 公開道歉認錯了一個記者會 可是他還是在那個在進場之前 就是載著他老公王健民去球場 那個投小檸檬復健賽之前 陪他進場然後再 而且在進場前跟他一個親近的一個愛的擁抱 說明了真的是妻子 真的是他最 背後的一個最大的後盾跟推手 是他最大的一個精神支持力量 才能夠支持王健民出來 跟大家勇於認錯 那今天吳嘉玲跟王健民這一對患難夫妻 其實吳嘉玲過去談到王健民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這是一個100分的老公 因為他覺得說王健民的個性很好 他們結婚之後也從來沒有吵架 所以其實說感情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當初吳嘉玲跟王健民他們在2000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吳嘉玲因為他的朋友的關係 介紹的關係在那個左營 高雄左營那個左訓中心去看中華隊即興 因為空了朋友這樣的一個關係 然後認識了王健民 認識了王健民之後 然後後來開始交往 其實兩人大概婚後大概愛情長 應該說愛情長跑了四年婚後才結婚 大概是03年下半年才結婚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吳嘉玲也曾經講過說 其實相見又分離的機場 讓他是又愛又恨最想去又最怕去的機場 因為每次到了機場那裡是很容易碰到的一個地方 然後又感覺上又要馬上分離 讓他覺得很難過 所以當王健民2000年跟他認識交往之後 然後他就到美國去發展了 然後到美國發展其實在異地那個 兩人談一個遠距離就講真的很辛苦 吳嘉玲也常常飛到美國 幾乎都在紐約落腳去照顧他陪伴他 有人就問他你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吳嘉玲就說 我只是希望能夠讓那個健民回到家的時候 還能夠吃到一個一桌熱騰騰的台灣菜 所以說明那種台灣女性的那種質樸跟堅毅 然後能夠到那個幾乎把自己當成半個紐約人 身落地在紐約這樣照顧他 甚至連吳嘉玲的媽媽 這個王健民的岳母也都很不冷心 女兒這樣子吃苦 但是他也都覺得很看人很開 就是為了照顧王健民 那後來跟王健民一直一路在美國奮鬥 王健民隨著他伴隨著 從小聯盟到大聯盟 尤其在小聯盟這段過程特別的辛苦 吳嘉玲曾經講他第一次開高速公路 就是在美國上高速公路 而且呢他曾經跟王健民 因為小聯盟的球隊經常要移動 然後開了17個小時的車 兩夫妻是在高速公路上接力開車 接力開車之後 然後就是把王健民送到那個 小聯盟新球隊的球場之後 然後小聯盟規定又很嚴格 他是規定說那個 你在那個看台上不准吃東西 那雖然吳嘉玲曾經讚王健民也很貼心 但吳嘉玲自己也很細心 他就偷偷塞一個小餅乾給王健民 怕他肚子餓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兩夫妻這樣的一個感情 這麼的那麼好 然後在婚前跟婚後 然後而且到09年 他們生下的那個王健民喜惑靈兒 小王子王彭彥出生之後 王健民也當奶爸 然後也在家裡分擔一下 教護那個小兒子 可是沒落多久 他就到國民隊去報到了 然後等於這個教養兒子的責任 又落在這個吳嘉玲的身上 所以在異地這樣的一個 孤單的環境之下 兩夫妻可以這樣一路走過來 患難夫妻 我用這樣來形容 走過陪王健民走過十年 吳嘉玲是真的很辛苦 也不簡單 然後做到這種程度 所以當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吳嘉玲其實上個禮拜六 王健民當面告訴他 兩個人都很難過 然後吳嘉玲也拼命的一直掉眼淚 甚至後來聽吳嘉玲的朋友講 吳嘉玲就說 他一直一度一直覺得反省 自己在反省自己 自己到底哪裡做錯了 哪邊不好 為什麼他的老公會 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然後會這樣子對不起他 所以看到當然是 婚姻走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當然是 他的太太受傷最嚴重 所以有沒有資格原諒 那個王健民其實是他老婆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真的要給他們兩夫妻 多一點鼓勵和打氣 慶賀秀 我們講說他們兩個 從剛開始十年前 從高雄啊 什麼什麼怎麼贏集訊 一路到了美國 從小聯盟慢慢的 在那邊遊牧民族一樣的日子 然後到大聯盟 現在呢又這個 好像前途未卜的樣子 這個球員的太太 真的很難做是不是 球員太太非常辛苦 我現在解釋一下美國職棒 美國職棒 每一隊大聯盟 是打162場 81場在自己 自己的球場 81場在外面 81場不是說81天就打完了 81天是分布在 七個月裡面 他要分賽 換句話說你七個月裡面 幾乎每一個月 都有一半的時間 先生是不在家的 我舉一個 那個亞特蘭他勇士隊 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左頭手 唐格拉文 唐格拉文他得了 赛陽講過的 他太太 他太太就是 勇士隊的 太太俱樂部的會長 太太俱樂部 你覺得很好笑 沒有錯 我初聽的時候覺得很奇怪 但是這個太太 一定要組一個俱樂部 為什麼 先生常常不在家 他們要來做一些 做一些什麼事情 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比如說幫幫殘障的小孩子 或是說是到 到人家家裡 去幫人家整理房子 就是在替先生做功德 我想說吳嘉玲 可能他還沒有在國民隊 他們有這個組織 這樣子 沒有這個組織更辛苦 你一天一段時間悶在家裡 看什麼 看電視 你不一定看得懂 只能有小孩子 日子是很苦悶的 你說吳嘉玲做錯什麼 吳嘉玲 我覺得他沒有做錯什麼 他是一個好太太 也絕對是個好媽媽 他才會在 他先生要去開緋聞記者會的時候 他還開車送他去 為什麼 沒有人可以替王建民開車 知道嗎 第一 第二 他是個投手 我們開車大部分是用右手的 都用兩隻手 對不起啊 除非非球技的時候 你投手才可以開車 真的假的 王建民抱小孩子 王建民抱小孩子 絕對不用右手 絕對用左手 你只要被拍到右手 國民隊總教練 喂 Germey What's matter 真的啊 你的右手是 我知道他們不能夠去滑雪啊 什麼那些的 我不知道連抱小孩都不行 不能右手 可以左手 OK 他抱右手的話 可能也只是換一下手 就馬上要過來 所以他太太 一直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說多少日本選手 他們的太太 他們的太太 都在做他們的公關 處理好他先生的生活 吳嘉莉也是這樣子 他跟美國的太太不一樣 美國的太太是把家裡交給媽咪 保姆 他們去處理 然後自己去外面做事 去外面做公關 但是我們黃總文的太太 外地來的 太太幾乎是都在家裡 把家裡弄得好好 讓先生午後不自由 難怪會苦悶 剛剛建民兄兄說的 他會問自己說 我做錯哪裡什麼的 我跟你講 你一點都沒有錯 你很了不起 但是錯的還是黃建民 瑞德兄 剛才他有提到這個 所謂太太俱樂部 如果說好 我們假設現在這個 王太太沒有在太太俱樂部裡面 然後呢 他的先生之前在小聯盟 說一下說這邊 好像聽說 叫你走你就走了 一下收到行李 就要跑到什麼什麼地方去 這樣像遊牧民族一樣 然後呢 如果老公都不在 他是不是在家裡會很寂寞 然後先生就是他的一切這樣子 王太太吳嘉玲小姐 我們對他是非常尊敬的 因為遇到這麼大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女人被先生背叛 外面有小三 而且長達八個月 事後很久才知道 聽到這一件消息的時候 我相信在他的心裡面 那個腦海會像晴天霹雳一樣 突然間放空 什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叫揪心之痛 這種就是揪心之痛 那麼他後來的表現可圈可點 但是我相信 也在這個私底下 有我們看不見的那個血淚 只是我們看不見 你知道嗎 就在昨天 王建民開記者會的過程當中 他太太同步也在飯店裡面 不過我覺得王建民 至少做到一件事情 沒像台灣很多 我非常瞧不起 看不起的一些 犯了錯 犯了非文 犯了外遇 犯了小三 然後叫太太在旁邊 兩個人獅子相扣 我們兩個還是在一起對不對 我太太還是支持我 他原諒我了 至少王建民沒有犯下這樣的錯誤了 那當然了 但在這個他太太的立場 他選擇這樣做 他也選擇原諒他的先生 我們予以尊重 那麼今天我觀察了一下 台灣網路上還為了這個 有一個投票的行動 你願不願意原諒王建民 其實關你屁事啊對不對 那是他太太的事情 太太的事情 權利 不關我們的事 你可以說 網友你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責難 還是說對他那個怎樣 對他評價怎麼樣 你不能說你又不要原諒 可是我們台灣什麼事都有票票 就有民調 超過一半的網友願意原諒他了 雖然不屬於網友的權利 但是大家 可是這個原諒是後面是有誕書的哦 既然他太太原諒了 那麼站在球迷的立場 我們希望原諒 可是你要好好表現 還有絕不可再換 跟出現第二個女郎 否則你就變成胎鉤那個污汁了對不對 變成胎鉤了嘛對不對 旁邊一二十個胡女郎弄出來不行的 所以網友是有誕書的 台灣的網友不是只有單純說 你在那邊打球我們崇拜你 不一樣不一樣 他對台灣 他為台灣之光 王建民是有投射 既語厚望的 所以包括形象的問題 那麼你剛剛講到說 他的太太對他是不是管教的 更嚴非常嚴格 我個人非常有深刻的感受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比較王建民的太太的話呢 我太太簡直就是 以前的警備總部 你知道嗎 我太太對我本人的關心程度 超過王建民大概十倍以上 對不對 這就是我現在水深火熱的認識 但是但是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 那是你已婚婦女 他一個人在家的一種無助感 不安全感 那你要想想看 今天王太太他在美國的家裡面一個人帶小孩 他是不是很寂寞很空虛 然後他的生活完全以夫為主 以夫為天對不對 所以他幾乎沒有自己的天地啊 那麼等到可以的狀況下 他當然希望王建民回來陪陪他 抱抱他陪陪小孩 抱抱小孩嘛 這就是這種女人他的天性 嗯 可是相信之下你要知道 站在王建民的立場 他的想法可能又不一樣 因為他壓力 你看他的壓力是真的 我講坦白的 從一個 本來如日中天一年十九勝 這樣子亞洲勝投王 然後突然間因為受傷 一下子腳一下肩膀一下子揚積國民這樣 我相信他的壓力很大 可是呢 站在他太太的立場 你要跟人家去喝酒的話 當然不希望你去 因為我太太現在對我也是這樣啊 所以你不能怪王太太 那剛剛這個吳兄講得非常好 千錯萬錯都是男人的錯 男人不管外面的客觀環境怎麼樣 不管小姐長得多漂亮 身材著凳點啊 你所不要伸出去就沒有事了 但是既然做了勇敢的承認 而且呢要跟太太好好的 把所有的事情講清楚以後呢 對他做一個永遠的承諾 我王健民一生絕不再換 然後上球場 好好把你的球技給丟出來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會給他 再一次重生的機會 對啊 其實王健民有名是因為他投十九勝嘛 是因為他的球技嘛 也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愛家的好男人 什麼什麼樣 他有今天這個地位 大家的focus很多人還是講說 在他的球在他的表現嘛 之後會表現怎麼樣 馬上回來 會不會